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各位观众 感谢持续收看 齐哥 达哥 其他这一家 今天2021年9月27号 星期一 那生活齐哥每天都会从我们的热门搜寻 寻找一些新闻 搜寻一些标题 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目前大家在 英文搜寻 资料搜寻上 都在看些什么样的内容 刚刚本来讲说看第一个Google 50万的次数 KTV是2万的次数 后来发现说啊 Google的新闻没什么东西啦 那只是建议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了一了 了解一下 那生活齐哥 这边还是要感谢各位持续的收看 记得订阅 点赞 点分享 生活齐哥每天为沼泽新闻做分享 做导读跟读新闻 也可以了解一下新闻的一些时事 那也希望要常常使用我们的直播系统 因为刚刚没有去看的话 直播好像又有一些设定又跑掉了 就像我那天跟各位朋友讲 直播到一半忽然就跳出去 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跳出去 因为每个的设定每个的状况也都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就只能说一边做一边试一边学习 那说实在的啦 Google 线上的东西 其实随时随地都有在更新啦 像我现在也在研究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更新内容 有什么样该注意的 有什么该了解的 避免说用的不好 变成说自言自语都没有做到一些记录啦 那说实在的做直播也是让自己多找一些新闻来导读 也多知道一些新闻的事情 那刚刚我在想说没有设定到说直播的一个时间点 那我们现在就再来研究研究吧 那另外游戏抢匪的话 最近可能都会找一些手机游戏玩玩看 聊聊看 顺便看一下手机游戏到底现在的市场怎么了 真的有时候啊很乱 现在手机市场真的很乱 游戏的太多了 随便玩都是要玩儲值才有用 虽然是小钱 好像我前几天看大陆的游戏也是啊 小钱小钱你儲值3块5块10块20块 你会发现到说 也是一笔惊人的数字 那再来的话 挂网直播的话 这两天可能会再看看状况 再来挂台北市一些风景直播 喜欢看直播的玩家再过去那边看一下吧 好的那我们回来 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主题 因为我刚刚讲的Google 为什么我没去看内容 因为它有两则而已 两则而已啦 就是Google欢庆23岁 生日官方网络回馈1400元折扣理 可能你去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或厨子厨子厨子 会送你什么东西的 所以今天的Google被搜寻50万笔 那有时候会觉得说 他到底在搜索什么意思的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从这边点的话 他会检视出数字来 这个时候最多人 9月27号上午8点 上午8点整个爆量 那为什么这一天会掉下来 就是他一个系统计算吧 那再来的话 我们KTV解放了 你准备好了没 那是我们第二项要聊的 第三个还有邮局 128村无油举超商三派出手 毛起来带定服备券 因为10月8日要领取 那大陆限电 彭博说 中国限电危机是自己造成的 季恒大后的下一个经济冲击 那听说大陆是很多水坝 水坝都把它收掉 所以少了水利发电 电力不足 那台湾已经有二十几个公司 因为限电 二十来五十个公司都被收掉 没电嘛 没电什么都不能做 我就像生活极客团 跟各位朋友聊的 你准备了吗 地震来的时候你怎么办 停电来的时候你怎么办 火灾来的时候你怎么办 所以说很多东西 都是要预先准备的 我之前学过一个课程一样 你有没有先准备好 比如怎么了 你要怎么办 对不对 那还有股市 股市以后都用手机可以买卖股市 也很可怕 各位观众朋友你的钱 就这样子可以赚来的 那明天教师姐 基隆市府送三百元铃券 那也要祝福天下的老师 教师姐快乐 中国限电 德国大选 汇率流感疫苗 失落伐克 台积电 零一新 台股指数 尼斯湖水怪 千里站 贺君祥 连电 很多啦 那我们刘德华 现在才被搜索了两千笔 真的大家都没赶快努力一点 帮忙一下 刘德华 60岁生日 线上开唱 软心重粉 好的 那我们说到刘德华 也是想到说 給我一杯汪情水 换我一身不伤悲 对不对 刘德华 当初多少经典的歌曲 带动多少情侣 变成夫妻 变成爷爷奶奶了 没有没有 这样有点远 那我们就说 KTV解放的时候有哪些新闻 对不对 唱KTV戴口罩 网路揪三盲点太荒唐 怎么发挥阿妹的实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 这边报导的话 是由我们的ET Today 新闻云 那下方都有相关网址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喜欢的 都可以点击下方网址 来看一下ET Today更多新闻 网址 新闻报导 这边已经讲了 怎么花费阿妹的实力 这是KTV示意图 这个有去KTV的都知道 酒啊 这个是 酒啊 还有什么七席啊 调酒啦 调酒 记者 甄云琪 综合报导 指揮官陈志忠稍早表示 10月5日起 有条件开放部分休闲娱乐场所 其中包含KTV 不过要注意的是 除了饮水外 不可饮食 也全程必须戴口罩 那可能每个KTV包厢 都要拍一个官员 在那边助手了吧 不然谁知道 你有没有戴口罩 那就有不少网友 对此感到纳闷 婴儿纷纷直呼 最好大家唱歌会戴口罩 唱歌戴口罩 我要怎么花费张慧妹的实力呢 那台湾本土疫情趋缓 陈志忠表示 10月5日起 为有条件的开放部分 休闲娱乐场所 那包含电子 游乐场所 资讯休闲场所 那录影节目 录影节目 录影节目 带播映场所 MTV 搞得那么长的名字 他念起来怪怪的 录影节目 带播映场所 自听歌唱场所 自助市KTV及电话亭KTV 桌游及麻将休闲营业场所 听说要戴手套打麻将 好不好 那再来的话 值得一提是 10月5日起 虽然开放KTV 除了饮水之外 是不能吃东西的 而且吸全程戴口罩 包括使用麦克风的时候 那这边有一些相关条件的 一些细节内容 有兴趣要了解的玩家 再点击下方网址来看一下 有些 有些都是希望大家注意好卫生 注意好卫生很重要 那就不少网友感到傻眼 纷纷在ET Today新闻云的粉专底下直呼说 不知道阿妹戴口罩能不能飙高音 戴着口罩 戴着口罩你唱飘向北方试试看 唱歌怎么戴口罩干脆不要开放 我去KTV其实想吃牛肉面的 结果只能喝水 我去KTV就是边吃边喝边唱 吃饭都可以取下口罩了 那吃饭也要戴口罩吗 有些网友认为啊 就算规定必须戴口罩 但门关起来好谁也看不到 对 包厢内根本看不到啊 一定有人拿下来口罩 我看在包厢里谁会理你 在包厢内的人 乖乖的 唱歌会真的会乖乖戴口罩吗 包厢里谁看到也几个会遵守呢 在PPT上也有许多乡名说 服务生会站在里面看吗 这跟全面松绑有什么不一样 包厢要放监视器看吗 多数人认为 该措施感到匪夷 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吧 那就让我们持续看下去吧 那第二则新闻的话 各位看到我们的健康2.0 说好多广告 有些是Google广告啊 多小一点 因为百亿又不一样 健康2.0的网页也蛮不错的啦 它有防疫医疗养生营养 节目热活饱干 蛮多新闻有关身体健康的 有兴趣的玩家点击消防网址 可以加入更多的一些粉丝页 可以了解到更多健康2.0的新闻 这边一样嘛 十月五号有条件开放 或即日起车站内可吃东西 那这边有影片 喜欢的玩家一样点击消防网址 来点击收看更多的一个 户尾湖部 这边有个报道 好的 那大概有讲都是放宽一些规定啦 那即日放宽的上 这边就有细节的方式写说 高铁台铁 适当的可以开放饮食 游览车座位可 以核定座位速乘坐 不令限制承载上限 那艺文表演展览 体育活动 就说电影院现在也不限梅花座了 等于说你可以赖着你的情侣坐在一起了 记得找你最亲爱的一起坐着看电影 不管男男女女 女女男男 大家开开心心看电影 那这边有很多规范 一样还是点击消防网址来看一下 这些细节规范 那生活型格也跟各位朋友分享过 其实很多东西 你就是自己来看一看这些细节 因为再讲太多也不可能记那么多 真的很多细节还是你可以点击消防网址来看一下 那重点是八大行业能关闭啦 那还是要等他们后续的一个疫情 疫情的变化 我们再来了解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健康2.0的很多新闻内容 喜欢的样子点击消防网址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健康2.0 那第三则是风传媒的一个报导 那上面都有股票的一些数字在跳 其实我们现在晚上八点是美国那边的八点 相差12小时的时差 你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是晚上他们是天亮 那这也有广告了 这边是他们的风传媒新闻报导 就会竖进来 那27日指挥中心宣布啊 举凡 不是瑞凡啦 好不好 不是瑞凡 举凡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管制 如车站内饮食 一文表演 美花座 油览车 线 人的上线 等等 那这边讲的都有很多 这边也是有规划图 一样还是点一下网址来看到 你们喜欢的一个板页 板页的一些说明 有条件开放的一些图示 各位观众就可以看一下啊 它的画质 每个板页的画质跟剪图都不太一样 有没有 像这个就有点放大变霧掉 如果你在缩小 缩小缩小缩小就变很细 这我们常讲的画面的百分比 有大有小就会影响到画面的百分比 那这边也分了很多细节 那一样喜欢的观众朋友 喜欢看这个百页的网友 可以点击一下来看一下 那我们半开玩笑讲的 桌游麻将 不同桌子 顾客需保持1.5公尺以上的间距 或独立包厢 屏风 或隔板 那同桌者使用隔板 那接触邮具前 应执行手部卫生并戴手套 有没有看到 要戴手套 饮食需照 餐饮相关规范 那邮具及桌面使用 或应立即清洁 间隔至少15分钟后 能供下一组客人使用 那唱歌是30分钟 好不好 所以说很多细节的东西 还是在这边跟朋友分享说 还是 记得点击下方网址 你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一些细节说明 那怎么开放怎么使用呢 还是请玩家多多注意一下 避免疫情受到你的心情影响 让你干不开心 那生活极客今天的一个解放KDP 你准备好了吗 今天的一个直播分享就到这边 那也感谢各位持续看到最后的好朋友们 记得一样喜欢、订阅、点赞、点分享 我是温喜哥 每天早日新闻做导读、做学习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拜拜